徐扬看到这一幕顿时怒火中烧 也不废话 手中一道白色的剑光一闪而过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刺向了那动天器修饰 徐扬的剑光速度极快 那几个动天器的修饰 只来得及做出一些简单的防御 可是这些简单的防御 怎么可能防得住徐扬的剑光呢 徐扬的剑光带着雷霆之势 仿佛切纸片一样 切开了他们的防御 下一秒 那些动天器的修饰 就变成了一团血雾 消散在天底间 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血腥气息 嗯哼 青叔啊 我不会飞 你自己过来 徐扬解决了 竖住灵青叔的人 却见灵青叔傻在原地 不由得有些焦急地说着 一脸懵逼的灵青叔 顿时反应了过来 脚步一踏出 飞适地逃到了徐扬的旁边 叶灵穴这个时候凌乱了 刚才他看见 徐扬这个练气器的小辈 居然秒杀了几个动天器的修饰 卧槽 秒杀动天器的修饰 这绝对不是练气器啊 叶灵穴感觉刚才他瞎了眼呢 居然没有看清楚 徐扬真正的修为 一直以为徐扬 只不过是一个练气器的弱鸡 让海魔宗又折损了 几个动天器的修饰啊 想到这儿的时候 他就有些心疼 杀了他 叶灵穴愤怒大喝一声 那沙哑让人作呕的嗓音 仿佛是地狱冤魂 发出来的嘶吼一般难听 杀 那些动天器的修饰 听到了叶灵穴的嘶吼声 各种各样的招式 从他们的手上飞出 砸向了叶灵穴 顿时天地变色 雷鸣电闪 下方的大洋 都因为剧烈的灵气波动 掀起上百米高的浪花 几十个动天器的修饰 足以翻江倒海 灵清书看到这阵仗 面色变了变 就连黄天的面色都变了 几十个动天器的修饰 就连元神境界的强者 恐怕都无力应对 然而 徐扬直面几个动天器的修饰 确实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朱唇清乞 两个字缓缓从徐扬口中吐出 淡定 仿佛有天地法则一般 这两个字落下 那些动天器的修饰顿时一震 气势顿时卸去一半 死 徐扬再次朱唇清乞 无数白色的灵气 排山倒海地射向那些人 徐扬的灵气 都是炼气器的灵气 纯度不高 但是数不清的数量 弥补了质量的劣势 就好像一滴水 好不起眼 但是当足够多的水 汇聚成海的时候 就可以颠覆世界 徐扬的单独一缕元气 非常的弱机 在这些动天境界的强者看来 就仿佛空气一般 但是当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就连这些动天境的修饰 也要感到颤抖 一阵灵气交锋的乱响 一个接一个的动天气修饰 在徐扬狂暴的灵气之下折损 化为血雾 在徐扬的灵气风暴面前 那些动天气修饰 连完整保留一个尸体的能力都没有 很快的 所有动天气修饰都死了 就只剩下叶灵穴一人 但是 现在叶灵穴都要吓尿了 他看着徐扬一脸的不敢置信 徐扬也将目光投向了他 叶灵穴给徐扬的感觉 非常的熟悉 看了叶灵穴好一会儿 徐扬终于想起了他是谁了 嘴角不由地带起了一丝细调的笑容 哎呦 两万年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呀 我猜 你的血神诀一定练成了吧 叶灵穴听到血神诀的时候 母子中的恐惧更甚 浑身都因为恐惧而颤抖 你是 你是徐扬 叶灵穴大声地惊呼 虽然 他早就知道了面前这个少年 名字叫徐扬 但是现在他才知道 这个名字之中的真正含义 哦 看你这个模样 是想起我了呀 徐扬看着叶灵穴 嘴角戏嘴的笑意更浓了 叶灵穴苦笑了一笑 他可不是想起来了吗 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徐扬这个恶魔 叶灵穴自认为他就是恶魔 可是在徐扬的面前 他就宛如一个婴儿 在壮硕的成年人面前一般 每天夜晚的时候 他都会想起徐扬这个恶魔 可是 徐扬在两万年前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管这些了 他只知道 他今天死定了 前辈 您还是这么年轻啊 叶灵穴苦笑了一下 徐扬点头 你想要表达什么呀 叶灵穴苦笑 然后问着 哎呀 前辈 我现在只想问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什么行为呀 我知道 我今天是死定了 我现在只想要知道 困扰我一生的问题 前辈 你到底是什么行为 我的行为 其实你早就知道了 我只是练七七 有什么好疑惑的 难道说到死我都不能知道前辈的修为吗 叶灵穴难难的说着 有些失望 徐扬可不管叶灵穴到底有多失望 起手就是一道剑光朝着叶灵穴射去 两万年前我信任你 没想到你却背叛我 我饶你一命 今日你却再次招惹到我的头上 那你就准备死吧 徐扬的话音落下 剑光已经刺到了叶灵穴的身旁 叶灵穴也没有任何的抵抗 或许他知道 徐扬想要他的命 抵抗是没用的 剑光射在了叶灵穴的身上 叶灵穴瞬间身手分离 坠落在海洋之中 在场的几十个动天气的修饰 居然让徐扬一个人给团灭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嘴巴张得大大的 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特别是赵鹏 现在他感觉头有些晕呢 他刚才做了什么蠢事啊 现在他特别希望 徐扬不知道刚才他说的话 但是老天爷仿佛就是喜欢 和他开玩笑一样 徐扬缓缓地转过了头 看向了赵鹏 赵鹏露出了一丝尴尬的笑容 看着徐扬 徐扬也露出了一个笑容 回望着赵鹏 刚才我听到你说 你要带着这些人来找我 是吗 赵鹏感觉菊花一紧 刚才徐扬杀那些 动天气修饰的英姿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知道 他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 徐扬杀他 就跟杀鸡崽子一样容易 这个 是个误会 赵鹏说着 脸上全是牵强的笑容 他那一直颤抖的身子 出卖了他心中的恐惧 徐扬叹息一声 摆了摆手 啊 我理解你 这些就不用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徐扬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真诚 看不出一丝一毫作假 徐扬是真的不打算 找赵鹏的麻烦了 赵鹏虽然误会了他 但是也算是一个好人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误会 也是情有可原 赵鹏喜极而泣 差点就要跪下谢恩了 徐扬没有理会赵鹏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岛屿上的海魔宗之中 此刻的海魔宗乱成了一团粥啊 许多的海魔宗弟子乱糟糟的 如同一团受到惊吓的蚂蚁一样 四散而逃 刚才海魔宗的所有弟子 亲眼看见了他们那高高在上 看比无敌存在的长老 被徐扬一个人给秒杀了 海魔宗完蛋了 不愿意给海魔宗陪葬的弟子 自然是竭尽全力的出逃 让这个杀神杀到他们的脑袋上 徐扬脚踩凌传 缓缓地降落在了海魔宗的广场之上 顿时 几秒钟前还熙熙攘攘的广场 瞬间就没有了一个人 海魔宗的弟子仿佛躲温神一般 躲避着徐扬 徐扬也没有理会这些人 目光一转 随意地抓住了海魔宗一个弟子问着 你们海魔宗的仓库在什么位置啊 那个海魔宗的弟子都要吓尿了 指着前面的一个灰红的大殿 嘴唇哆哆嗦嗦地说着 就在前面的那个大殿之中 徐扬扔开了那个海魔宗的弟子 走进了那个大殿 一打开 果然是仓库啊 好东西不少 加上刚才那些冻天气修饰身上的东西 这次收获不小啊 徐扬死意地拿起了一把零件把玩 脸上露出了笑容 当然 这些东西是次要的 徐扬得到了深海蓝星 找到了白脸雪的残魂 才是最为主要的 徐扬将海魔宗翻了一遍 可以拿走的有价值的东西 全都带走了 然后徐扬在海魔宗的后山上 看到了不少圈养的灵兽 这些东西作为食材 应该不错 徐扬手上灵气一闪而过 所有的灵兽 在一瞬间就被徐扬给宰杀 随意地升起了一堆火 然后又随意地烤了几下 顿时香气四溢 黄天老头敏锐的嗅觉 闻到了香味 自然是焦急地赶来 哎呦 这么多呀 看到面前堆积如山的 烤熟了的灵兽 黄天的哈喇子 瞬间就流了出来 这次随便你吃 现在的徐扬非常的高兴 豪迈地招呼着黄天和赵鹏 黄天文言 眼神顿时就变了 像是色中恶鬼 看到了爵士美女一样 按耐不住地扑了上来 赵鹏本来想拒绝的 忽然他摇了摇头 苦笑了一下 也就放下了心头的戒备 学着黄天的模样 大快朵一 就算他戒备又如何呀 徐扬要是真的想要对他不利 他戒备也没用啊 还不如放下心头的戒备 和徐扬混熟一点 虽然口中的食物非常的美味 但是赵鹏还是心事重重 吃着美味也是胃同嚼辣 你的夫人 我自然会想办法救治 前辈 你说的是真的吗 赵鹏抬起了眼眸 看下了徐扬 母子之中满是蜥蜴的神色 我就这么和你说吧 深海蓝心之中 有我徒弟的一缕残魂 深海蓝心伤到分毫 我那徒弟便会灰飞烟灭 所以深海蓝心的主意 你们就不用打了 现在谁伤了我的徒弟 我不介意让天下为其陪葬 听到这儿的时候 赵鹏的眼中一阵失落 既然深海蓝心 对徐扬如此的重要 他想要深海蓝心的一片叶子 去救他盗旅 这件事情自然是没希望了 我都说了 你的夫人我有办法救活 这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徐扬见赵鹏眉头紧锁 笑了笑 前辈为何 要帮我 赵鹏纠结了半天 终于还是咬了咬牙 一脸忐忑地问着 没错 赵鹏仔细地想 和徐扬认识了两天时间 他根本就没有帮到徐扬什么 现在他有点疑惑 为何徐扬会帮他 就因为 我被那三个圆银器的打劫 你能挺身而出 这点就足够了 更不用说 你提供了深海蓝心的具体位置 这件事 我还没有好好地感谢你呢 徐扬闻言笑了笑 只是前辈 我的夫人伤得极重啊 恐怕不容易一致 赵鹏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其实真实的情况 比赵鹏说的还要更加的严重 他的夫人不是伤得很重 是死了 身子还没凉透而已 还有一缕残魂意外地 保留在了体内 哦 既然如此 那就赶快去看看你的夫人吧 这一次 徐扬也不敢信誓旦旦地 拍着胸脯 说一定能治好了 万一赵鹏是一个疯子 给他已经严重到断气的死人 就算是徐扬也救不活呀 很快的 徐扬考的灵兽就吃完了 接下来 就是去救赵鹏的夫人了 至于白莲雪 现在还存在于深海蓝芯之中 一时之间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就算是徐扬想要救白莲雪 现在也不是时候 白莲雪现在只有一丝残魂 要是徐扬盲目操作 白莲雪非常有可能会灰飞烟灭 彻底地消散在天地之中 肉体躯壳滋养生魂的灵药 徐扬一样也没有 现在只能让白莲雪 继续地待在深海蓝芯之中 现在就先去想想 应该怎么救赵鹏的夫人吧 对了 你的夫人现在在何处 我们要去的话 需要多久时间 徐扬忽然问着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 要是远的话 恐怕还没有等到他们到的地方 赵鹏的夫人就上西天了 前辈不远 就在东山郡 大概也就三天的路程了 那行 徐扬点头 然而 等需要和赵鹏到达东山郡城 却是在二十天之后 因为赵鹏说的三天 是用洞天器的修饰飞行的速度计算的